聯儲局上個月宣布收稅 今個月底的議息會議 會不會再進一步縮減買債規模? 上月飛龍新增職衛園差過預期 又會不會影響退市步伐? 這集我們找來交引香港 首席經濟及差律師羅家聰 跟我們分析一下 看回自從上個月開始 聯儲局宣布開始收稅 未來一月又說要有議息 你覺得今個月 其實再次縮減買債規模 其實機會大不大呢? 他應該就繼續繼續做的 如果不是繼續做 你沒有需要在八五刻入內 最後一兩次開了 你開了他 然後下入不早 不然找來交 市場會覺得很混亂 有官員說過 今年搞定了 今年開八次會 現在還有七百年要減 一百年要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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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回到會後的紀錄 他們有個說法 以一個 measured pace 去做 measured pace 就是穩步的做法 穩步也這 不是做一次不做一次 不是喜歡做 喜歡停 是穩定地做 而且穩定得例 不是說我喜歡三百億 不喜歡五百億 不是這樣 每次差不多 如果你穩定地 每次差不多量 你每次一百就有比 其實看回 你倆已經公佈了很多經濟數據 其實知不知遲到 這個減少買債規模的理念 早就應該做 如果你以6.5%失業率 是其中一個加息的門檻 當然通証是未到的 但是 看回失業率 非沒有經濟條的數字 已經6.5% 這件事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你現在看Headline 是經濟條的 沒經濟條的 其實已經到了 理論上 差不多有條件開始加息 如果你說 八岸貓有野能 又好 就業這麼重 就業也到了 現在還有什麼條件 要做一些非常規的措施 現在又不是非常規的事 零班的時候就玩 零九都玩 現在都不是 完全 什麼都會退下高位 所以收就應該早要收 現在的數據 你找不到有哪些環節 是真的差的 就如消費、收費、收費、生產、收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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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的通脹會比較好 但美國也比較好 即是很可能 印鈔、寬鬆、帶來的價格效應 出近來 連自己也有通脹壓力 不是等到通脹真的容易才做 你還不知道 通脹制後 來看回上星期五的 其實那個數據 又不是太理想 市場又怕經濟負面 這個其實是一個純粹很個別的事件 還是怎樣 我想 第一 十二月的數字 有些貴節成人數 數是經過貴條 其實都不是太可信 因為貴經貴條 因為貴經貴的差距很大 第二 十二月那時候 天氣危 有幾乎兩個星期 差不多10天 生產幾乎停頓 整個美國 你看到這次的寒流 美國北部 一路納納到很南 半個美國 東面那邊 其實只是西岸 有些可能是西蘭市那些 影響很大 但是很多工業生產 那些在中部 金融服務那些在東部 那些全部站在那裡 做不到工作 開不到工 變成一定有影響 這幾年美國的職位 是多少是臨時工 或者是劍職 他不是說經濟很差 而是他們已經整個 勞工的生態有些改變 他們不傾向請很長 因為他們要保持那個 顧勇的彈性 你看到他們有時候 可能是兩個星期出來前 他們不是好像我們 他保持這種彈性 這個是他的勞工的本質 有些變化 那你一停了頓之後 那些兼職 臨時等等 那些馬上就沒有了 所以你算職位 他是跌了很多 但是算失業率 他沒事的 他一樣跌倒 所以他的勞工市場 可能是短暫的問題 即是那一場雪過了之後 就應該會不會 所以就不會影響到 減少了那個部分 你看到數字 要看一個趨勢 因為1939年有數字到現在 那個新增職位 你不會平均計算是12萬分 那你其實不計12月 之前一直說到15至20萬 是高過了60年的平均數字 即是不可以 不可以說每個月都假 每個月都高過平均 其實就是幾好 那其實看這個市 你看回港股今年 在22000至23000日到 都是穩紮幅上落 你怎麼看港股後市 不會太差 因為呢 即是現在 未說去到有一些東西 好爆得出面的情況 即是譬如你看現在 有些大陸的可能會違約 或者那些中小的房地產 可能出問題 那你這種這樣的款 就有點像06年初 如果你們記得 那時候美國的次案 都有一批出問題 但是結果 他捱到07年尾 才見頂的事 06年初到07年尾 差不多一年半 一直標準 那見頂的時候 都還沒有 那時候 聯儲局也猛成成都說 可以被免衰退 當時你看到07年尾 耶倫在聯儲高開會說話 他都說 我們可以被免衰退 他都不知道 那去到08年 那些東西爆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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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 但是事件頂可能一年至一年半 都是看得很謹慎的 股市升一兩成最多 樓市一兩成最多 這個短期內可能是對的 半年內 因為現在是很淡的角力 但去到差不多下半年後 年底或在外面 一定有方法行出來 我相信最終結果不會這麼差 要是要爆數 要是要爆數 謝謝你